委員好 副局長好 今天可能也非常多的委員 其實都非常關心這個狀況 局長在3月份的時候 美軍所屬的伯克級驅逐艦貝瑞號 其實就在南海首次的實彈操演 而且他發射了一枚飛彈 4月份對岸的遼寧航母艦隊 又繞行我們的東部海域 甚至傳出有包圍美軍艦的事件 這幾天也因為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他身影也造成國際的恐慌 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傳言 我想請教一下像網傳的 對岸有調動部隊急附丹東 我想請教我們副局長 我們對岸有沒有什麼樣不尋常的征後 你們有沒有觀察到或了解到 掌握的情資目前沒有異常的調動 都沒有異常的調動 像他們有大量的這些軍事車輛 軍用車輛都往丹東集結 這個你們有掌握嗎 這個是這個媒體上的報導 是媒體的 或者是那個社群的那個傳譜的那個相片 但是他確實的地點在哪裡 我們還在查證 所以還沒有確定 所以現在我們要提醒的是 如果有國安局應該要利用各式各樣的管道 讓我們國人保持憂患意識 然後大家提高警覺 隨時應付突發的狀況 如果沒有 這純粹是捕風捉影 穿早附會散布這樣的訊息 引起大家的恐慌 也會造成我們民心不穩 國安局也應該立即的出面駁斥 不要常常只是在跟調查局配合 要做什麼假訊息 其實這個部分我覺得對人民的影響 其實是很大的 國安局必須要安定人心 或者提醒國人要有憂患意識 我覺得這是我們應該要做的 我們會協調全責機關來做澄清 包括對岸的一些基建動態 軍力的調動 大概國防部都會有所掌握 他會在適當的時機 對國人做說明 不過我們到現在為止 在這一段時間 從疫情發生前發生中 現在發生的當下 或者疫情後 我們不斷的在提醒 包括國安局 包括國防部 包括其他相關的單位 我們也不斷的提醒 可是我們看不到 目前有什麼樣具體的分析或做法 包括我們的業務報告也都沒有 我想要請教一下如果說北韓 他金正恩真的發生了什麼樣的狀況 或者甚至是死亡 對於他的接班人選 國防部有沒有 我們國安局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因為其實很多的大國 都有他們自己支持的愛好者 在北韓有可能引發代理人的戰爭 當國際的注意力 或者可動用的局部的戰力 都投入在北韓 那一方面的話 有沒有可能讓對岸也覺得有機可乘 這個部分我們有沒有一些分析 或者說在這場大國北韓代理人之爭 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怎麼自保 或者我們又要選邊站 有沒有做一些分析 跟委員報告 對於北韓的這個動態 他們的順勢 事實上 合作友方 世界各國的情報 所公布出來的 的情資都還非常的分歧 每天都不一樣 那當然他會牽動區域的穩定 包括會牽動大陸的一些 有一些動作 這個都是我們目前非常關注 在蒐集的這個重點 我們除了蒐集情資以外 因為現在當然北韓的狀況 我們不會知道 或者我們沒有辦法清楚的掌握 可是我們必須也要 像很多的事情 像我們的這次疫情一樣 你要超前部署 北韓發生的任何的一些動盪 其實對我們台灣 其實都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像金正恩的接班人選 我們可以事先去預想 美國支持的 北韓當局目前國內比較支持的 甚至或者是中共比較支持的 他們每一個的背後的代理人 都是不一樣的角色 這個牽動到對我們的影響也非常的大 南北韓我們過去一直在講 他們如果走向統一 也許這只是時間的問題 當初我們第一次提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劍拔弩張的時候 我記得我提出來說 南北韓如果他們做了和平的協議 或者甚至朝向統一的方向來走的時候 那時候國安局是覺得不予置評的 可是後來真的他們就是坐下來談了 他很多現在世界的局勢都在往前移 也許本來預估十年以後才會發生的是提前到五年 結果因為這次的疫情有很多又往前推 這些部分都是國安局應該要提醒 或者讓我們所有整體 包括我們的三軍統帥我們的國家領導人 都應該要有很清楚的去了解到這個現況 才不會做錯誤的判斷 因為我們到底是不是跟對人 對我們國家的安全跟發展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一直跟逆著世界潮流 我們在國內的疫情是順時中 可是有一些做法 我們是逆著世界的潮流 因為包括像我們周邊的國家 日本韓國尤其是菲律賓 他們都已經選擇不靠單邊 過去他們都只去美國的 跟美國是合作無間 可是現在菲律賓跟美國的軍事同盟可能會結束 中韓的關係也越來越好 日本也是選擇跟美國跟中國都保持友好的關係 只有台灣我們是背著世界的潮流在走 我們選擇壓在同一個國家的身上 這對我們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相信國安局也應該要有很清楚的去分析 然後對我們的整個的動態還有影響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印太戰略 這不是只有印度 其中還有兩個很重要的國家 就是菲律賓跟越南 菲律賓現在顯然跟中共也維持友好的關係 他是最聰明的 另外還有越南 他們雖然在漁船跟他們的船艦有一些衝突 可是不代表他們沒有合作的一個機會 所以越南跟菲律賓兩個非常重要的國家 我們如果錯估他們的情勢或者他們的走向 印太戰略真的會成功嗎 剛靠印度可以嗎 所以我們一直在提醒的就是這些部分 另外為什麼3月25號 為了要求要提供的書面的報告到現在都還沒拿到 那時候3月25業務報告的時候 我有提出四個問題 那時候沒有辦法回答 我也要求要提供書面的報告 何委員跟吳委員的口頭問題 你們在3月27跟3月31都分別回覆了 現在已經過了一個月 我的問題書面報告呢 這個我們要檢討 我們馬上回去查清楚 請主席是不是這個部分因為已經超過一個月 我想這個我們之前有要求兩個禮拜內 所以等一下我想先請國安局 先向馬上說明 然後什麼時候資料拿出來 那除非不能拿出問題要向馬上說明 好 謝謝我們馬上軍馬委員 謝謝 來副局長跟官員請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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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